Hello各位小柴神 大家过得还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又在空中再相会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现在比较少做直播 因为直播在外面会有传染的疑虑 所以我现在改在家里面自己做影片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 就是你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也就是我们台新的阿狗狗跟Flygo卡 它这两张卡片下半年的权益 已经正式公告了 那该不该减掉 还是有没有什么替代的卡片可以使用呢 今天就要来跟你分享 那我们施不宜迟赶快来看一下 我们一样有这个index的重点 今天会跟你聊三个主题 第一个阿狗狗卡的权益优惠分析 第二个Flygo卡在2021年下半年的权益分析 第三个是否有可以替代的卡片 所以总共有三个主题要跟大家分享 事不宜迟马上进入第一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来聊聊阿狗狗卡 好这阿狗狗卡其实 从2016年推出已经有快要五年的历史了 好然后这段时间其实陪伴我们大家走过很多 欢喜跟这个悲伤的时光 那现在的权益到底改成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看 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这个是官方网站上面留的 好它最主要的话呢有三个不同的消费类型 好第一个是八大精选最高有到6%回馈 然后包括我们很常使用的LinePay 接口已经没了 MineFamilyPay是新增的 然后Open钱包又有附跟台信Pay 好网购的部分的话呢 是虾皮某某跟PC 它说最高6%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等一下我会解释给你看 然后这个十大指定通路的部分呢 好我们最常使用的 比如说全年PayPay还是保留下来的 然后Amazon Gmarket这个是韩国网购 好迪卡农线上购物的话 就是我们国内网购的部分 好那影音的话Spotify Netflix Catchplay好这个也都是我们很常使用的 游戏任天堂买卡游戏橘子 好最高有3% 一般消费这个1% 好这个数字你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就是至少都还是维持跟以前一样的 但事实上它是用层层叠叠的方式 把这个回馈加上去的 比如说从最基本的 基本只有0.2%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解完任务给0.8% 所以就是你要拿到1%的回馈 不好意思 你得就是还要再多刷5000块钱 这是它自己的规则 所以对于我来讲这张卡片 如果你要无脑使用的话 就只有0.2%而已 只有在指定通路 甚至在指定的时间做消费 才可以拿到最高6%的回馈 好所以我把这个画面稍微做一下修正 你看一下 其实它的回馈 如果不绑这个新增消费5000块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般消费0.2% 十大指定2.2% 然后在八大精选的部分 就是2.2%到5.2% 好所以它没有想象中看起来那么漂亮的数字 好所以官方的那个数字 其实都是有条件式的 好可以拿到这样的回馈 但是基本上我们以这个数字 最高5.2%来拆解给你看 好你来看一下 这个5.2%怎么来的呢 就是基本的0.2%回馈无上限 好左边这边看到的 那加上指定2%的部分 这个指定项目每个月只能够让你拿200 也就是说你刷1万块钱的2%就是200 好加码3%的部分一样只有200块钱 所以你能够刷的东西更少了 好那算起来的话呢 就是6667乘以3%就是200元 好所以如果你要拿到5.2%最高 不好意思你每个月只能够刷6667元而已 很少 然后只能够赚到346 其实没有很多 但是呢 这个数字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因为他之前的回馈 其实上一季的回馈都是一样是 以一季来回馈上限500 好所以平均分下来的话 你其实一个月大概只能够刷到5000多块钱而已了 但是呢他现在有把你的每个月回馈 拿给你多一点 比如说500块除以3个月 这样加起来大概是100多块钱 但是因为现在一个月是200 每个月回馈上限200 所以乘以3就是每一季有600块的额度 好所以的确是比之前多一点 不过呢 呃回馈还是一样复杂 好就是你要这样子层层敌敌去加才有5.2% 就好像是你在考作文比赛一样 好所以这个卡片其实 我看到这里我都已经有点 看到后面忘了前面 不是想象中那么好去使用的卡片 好那加码的0.8%怎么取得 好提醒大家 每个月要拿阿狗狗卡刷5000块 记得要符合一般的新增消费的规则 好那个小前面的小字就是自己看了 好所以对于我来讲要额外刷5000块才能够拿到0.8%回馈 对我来讲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中间你要特别注意一个 这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 比如说你这5000块如果不刷这张卡片 你拿去用J卡或是JU卡刷的话呢 有3%这3%的话就是150点的回馈 那如果你去用这个永峰必备卡 刷这个海外10%或者是行动支付9%的部分 你拿到的回馈就是450点 或者是500块的这个刷卡回馈季 跟这张卡片比起来真的是差多了 好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下 你把5000块刷在Google卡里面 真的值得吗 好这是一个你必须要思考的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Google卡它有好几个指定的通路 那这些指定的通路 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选择 好所以这个画面我跟大家讲 就是行动支付的话 如果你是平日刷只有2.2% 你在周六刷的时候可以5.2% 因为它额外加码3%的部分 好我不计算这个额外的0.8% 因为要你一个月多刷5000块 在这张卡片实在是太为难了 我希望大家把这张卡尽量的去当无脑卡去刷 你能够拿到比较多回馈 好那消费比较不会有那么多压力 那一样如果你是2.2%的话 记得只能够刷1万 如果你是周六刷的话 因为3%的加码一样是200 所以只能够刷6667元 所以每一个替代的选择 跟它卡片原始的选择 其实都是有它的每个月可刷的上限 比如说LinePay的部分 我就推荐你使用永丰必备卡 最高9%刷1万块拿900 所以永丰必备卡每个月可以刷1万块还不错 那第二张FimeMePay的部分 我推荐使用的是星光OU数位账户 再搭配环宇现金回馈卡 那星光OU给你10% 环宇给你10% 所以加起来最高是20% 刷1000块 消费跟缴费最高就是拿200的回馈 这个是非常高的回馈 那Open钱包的部分呢 目前国泰四华CocoCombo卡有活动 所以卡片基本消费5% 记得要先刷满5000块 也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然后呢 你的这个超商通路的部分 就有额外的5%回馈 那额外的10%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他们现在有做活动第二季 每个月都要登录一次 有登录到的话呢 只要有刷就可以拿得到最高15%回馈 提供给你参考 那悠悠富的部分呢 凯基摩拜卡很推荐 因为上半年的部分 如果你不是使用永峰必备卡 拿最高9% 那么就是凯基摩拜卡回馈很高 这个8%的回馈 然后每一季可以刷4000块钱 好 这是提供给你参考 那台新配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目前不能绑台新以外的卡片 所以就是只有 GoCo卡或是FlyGo卡 二则一 好 那就是最高是4.2 或者是2.2 或是5.2 然后就是任君挑选这样子 好 你这样看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除了台新配以外 其他的4个行动支付 都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那就不见得一定是要使用 这个GoCo卡来做消费 包括一开始我们常常讲它是 我们的行动支付审卡 但是现在回馈已经剩下2.2 我就觉得 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好 提供给你参考 那再来的话呢 它还有网购通路的回馈 以前它的网购通路有非常非常多的任列的那些项目 但现在都已经全部拿掉了 好 所以一样 这个网购通路也是有这个平日2.2 周六5.2的回馈 好 那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你要在平日刷还是周六刷 周六刷的部分就是最高刷6667元 好 三个指定的平台 好 你都可以使用 那我自己本身推荐给你的替代选择 好 这个之前在我的这个疫情 疫情下的省钱经济学也有讲过 好 比如说第一张卡片 好 我推荐的是这个 呃 英雄联盟信用卡 最高有10%回馈 好 包括五大通路 好 这个PC Home 虾皮 momo 雅虎 然后还有淘宝都有 好 所以这个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那第二张的部分回馈 第一点点 好 就是5%的部分 那是永丰的现金回馈JCP卡 这张卡片很好用 好 他的5%指定通路 其实大部分都任列 然后呢 你每个月呢 可以刷12500 可以拿到 这个5%的回馈 完整的回馈 那提醒你至少要有 递销2000块钱 好 那第三张推荐的是 这个 刚刚讲过的 国泰式瓦Cococombo卡 他的价码上限每个月是 300 好 所以回推就是可以刷6000块 但是他有滴销5000啦 好 所以 如果你自己本身 那个刷卡的 力道没那么猛烈的 那你 也可以skip掉这张卡片 因为这种有滴销的 我都不太推荐 因为 会让你压力很大 那最后一张是 去年的 这个网购神卡 玉山 Uber卡 每个月 可以让你 拿到200块的价码 3.8% 所以回推的话 大概是刷5200多块钱 好 就可以拿到3.8% 然后拿满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推荐的替代卡的部分 好 就是 这四个卡片都比平日刷2.2%还要高 那如果你 都要限定周六才刷 有时候还蛮痛苦的 就是你就是有东西想要买嘛 为什么要周六才能刷呢 好 这是 我给你 提供给大家的替代选择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指定通路2.2% 我刚刚讲过了 是每个月可以刷1万块钱的部分 有没有替代选择呢 有的 好 他这这个十大指定通路 第一个全联PXPay 除值或消费都可以2.2% 好 这是无脑刷都一定有的部分 我会推荐你使用国代世华的台数联名卡JCP 他有4%的回馈哦 这个4%的回馈也是一样 就是 不需要做额外的新增消费 也不需要登录 这是很简单的 那第二个 Amazon Gmarket 迪卡农的线上购物 我会推荐你使用永丰必备卡 好 像Amazon跟Gmarket 他们是海外的网购平台 所以可以拿到海外的最高10%回馈 那 迪卡农的部分 我就推荐你使用的是 这个 刚刚讲过的玉山Uber卡 有这个3.8%的回馈 第三个 影音的部分 Spotify Netflix 跟Catchplay 也是大家很喜欢用的 我反而会推荐你使用的是 中信的英雄联盟信用卡 因为 就是10%回馈 这么简单 每个月可以刷3334元 回馈333 很不错 那 任天堂跟MyCard游戏机子 一样 一样是10%的回馈 这是 影音跟游戏 都是可以由 中信英雄联盟卡来做取代 这个是我个人 推荐你去使用的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聊聊 第二个主题 也就是 Flygo卡 Flygo卡其实一开始 我们 那时候好像三年前推出来说 大家觉得很厉害 那时候就是疯狂马上就是知道讯息要马上写文章 就是要抢这个大家的这个收听率 所以那时候我的这两篇文章也是我目前这个越南数字很前面的这个文章 就代表说大家都很喜欢 那现在已经过了大概两年多了 它还是一样是旅游神卡嘛 我们来看一下它2021年下半年的权益优惠 来 好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官网一样有写 就是 有六大指定通路 中油直营 高铁 Golshare Wemo Scooter 这个WemoScooter 然后利荣跟财新配有最高5%的回馈 海外有3% 国内有1% 我还记得当初这个FlyGo卡的海外3%是没有任何门槛的 就是说你只要持卡刷就有3%现金回馈 5上线 非常的厉害 但它现在也开始有做了一些这个权益的修正 你看哦 它都是要给你一个任务0.8再加上基本的0.2 所以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无脑了 你必须要每个月拿这张卡片刷5000元 才能够拿到最高的135%回馈 这对我来讲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好用 所以我再做了一个表格提供给你参考 这张呢就是它的实际无脑刷回馈 就是你其实如果在六大精选通路只有4.2% 在海外的部分只有2.2% 那国内就是0.2% 所以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 这是在大家这个权益修正之后的确实的回馈 来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解释一下这个4.2%怎么来的 基本上就是基本0.2回馈无上限怎么刷至少都有0.2 然后精选的部分呢它是给你额外4%的部分 你可以一个月刷5000拿200 5.840所以就是这个5.420就是这个200元 所以加起来最高就是刷4.2% 所以你每个月可以刷的是210元 就每个月只能刷这个5000块拿到210元的现金回馈 所以记得这个数字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每个月都有刷超过5000元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拿到额外的0.8% 那这张卡片跟iGoogle卡不一样的是 它的加码的0.8%它写的是回馈无上限 所以你如果有刷超过5000元 在海外网购的部分一样是3%回馈无上限 这是提供给你参考 那有一些这个不认列的部分 你还是要下面看一下小字 那再来的话呢 它的6大通路有没有可能可以被取代 其实是有的 我们以4.2%可以刷5000块来讲 因为超过的部分只剩下这个海外就是2.2 那如果是什么都不是的话就只剩0.2 就还蛮低的 这个有没有期待的通路 有的像中油指引的部分 我会推荐你使用的是中油配价中信中油卡 最高来到11.3的回馈 至少也是这个4.2%回馈的接近3倍 4.32嘛 所以基本上中油我不会使用Flygo卡去刷 我会使用的是中油配跟中油卡 那高铁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有好几张卡片可以选择 我会推荐大家最无脑的就是比如说 和酷乐火卡直接刷这个5%回馈 那每个月上线300岁你可以刷6000块 那另外一张如果你是有这个高额的旅行平安保险需求的朋友 像我们Flygo卡是3000万 那有一张是6000万的 这个是国泰世华的Costco无线卡 Costco无线卡如果你前一个月 就是国泰世华卡的账单有1.5万的行增消费的话呢 下一个月的部分在高铁的消费都是直接有9折的折扣 我觉得还蛮好的 它其实是把你的刷卡金额的10%回馈成Costco点数 那你可以再来折抵这个年费 或者是接下来去Costco的做消费这样子 这个是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我们全家就是每个月基本上都会在Costco刷超过1万5 所以这张卡片对我来讲就是搭高铁的时候可以免费打9折 我觉得就很好用 提供给你参考 然后它还有那个 多少 6000万的旅行平安保险 我个人觉得很喜欢 那Golshare跟Wemo Scooter的部分 你其实都可以搭配这个 因为他们可以使用LinePay做结账 那相对而言的话 就是只要有用LinePay高回馈的 你都可以拿来绑 比如说花旗 它的新户有最高 就是给你额外加码10% 你也可以拿来绑 那永峰必备卡是符合这个超会的 这个资格 那你就可以拿到最高9%的这个现金回馈 Wemo Scooter一样 推荐你使用的是新展Echo卡来绑定 是使用最高新户有13%的现金回馈 也是比FlyGo卡还要好 提供给你参考 那还有两个通路 这个通路的话呢 利荣就是国内线 长荣的国内线的航班 如果你想要搭利荣的部分 你用FlyGo卡只有4.2% 但是如果你用AE长荣签帐金卡 在官网购买 好因为像这种指定通路 都一定要在官网购买机票的部分 一样就是美国运通签帐金卡 可以让你打九折 这个回馈也是远高于这个4.2% 最后台新Pay的部分 因为台新Pay只能够刷台新卡 所以就是Ago卡跟FlyGo卡两张卡片 在互相比较而已 好所以呢 这样子解释完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明确的理解到 就是其实这两张卡片 在下半年权益又改的更复杂 然后回馈又给的更少了 好这个是没有办法 无可厚非的 就是因为银行的卡有越多 那他只要权益在网上调升 他所要付出的这个成本就更高了 所以他们在权益之急之下 就是只能慢慢的线索这个权益 但是说到这样子 也真是有点令人就是不忍足毒 所以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算了 反正就是你觉得不错你就用吧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用 那你其实有更好的选择 有哪些选择呢 我来解释给你听 我这边选了三张 我自己觉得很不错的卡片 要提供给你参考 刚好网购还没讲 如果你是要网购的部分 它是2.2%无上限 然后永贡必备卡 最高10%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我甚至都会把它拿来做 eToro的投资 就是这个刷卡可以去做 那个CFD差价合约交易 那这个1万块以内可以回馈18就1000 那101元到7万5之内 它回馈是38 其实7万5以内一个人 一个月小资组不太可能刷到7万5 但是刷到7万5以内 都还是赢Flygo卡的 所以这张卡片还是有它的 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 这个取代性 永贡必备卡 毕竟还是比Flygo卡还要好 这样子 那推荐可以替代的卡别呢 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了三张信用卡 第一张是 中信英雄联盟卡 中信英雄联盟卡 它在2021年上半年真的很厉害 包括在指定十大通路 五大电商信用卡的部分有10%回馈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 包括这个PC Home Yahoo Momo 然后淘宝跟这个虾皮 都有这个10%现金回馈 那它的玩法就是刷5556元 回馈555到你的帐上 这个是很好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像什么游戏平台 影音平台云端 美食外送跟用车 其实都有10%回馈 所以这张卡片其实也可以算是2021年上半年全方位的审卡了 那如果你问我 它下半年会不会又会继续走 这个很难讲 因为基本上这种回馈 银行是亏本在做的 所以它就是为了抢卡量嘛 那之后到底还有没有钱这样做 不晓得 但是它就算变成5%还是很吸引人啦 因为很厉害这样子 提供给你参考 那第二张的话呢 是台北富邦的J卡JU卡 它呢 是记得拿LinePost点数回馈的卡 一般消费国内是3%的点数回馈 海外只有一% 海外请你用永峰必备卡 那搭配橘子支付在超商有3%的消费回馈 记得 在超商其实一般信用卡直接刷都是没有回馈的 但是你如果绑上橘子支付 很多银行都是有算是有给你回馈的 这你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那红色的这一条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如果把它搭配橘子支付来做缴费缴税都有3%回馈 包括你要缴众所税房屋税 然后还有之前的牌照税都是有回馈的非常不错 那重点来了 第四点就是点数回馈无上限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点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找寻替代的卡片 其实这张卡片也是非常无脑非常好用的 那最后一张的话呢是HSBC会赚卡 这张卡片其实当初推出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不看 他觉得他很烂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 因为我都把它在他的五大指定通路 Uber Eats 像这一次Flygo卡把Uber Eats的通路拿掉了 但是你可以改办这张卡片 用他来刷Uber Eats 还可以拿到至少3%的现金点数回馈 那如果你的HSBC的户头 有10万元的日均余额的新台币 那么你在次月的部分 你就可以来兑换5000刷卡金变1万刷卡金 那就是3%翻倍就变6%的现金回馈 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样子的设定 那你一个月可以刷多少呢 因为他每个月可以拿到的现金点数有10万点 所以往回推的话 大概就是刷333万以内都可以拿到这个所谓的现金点数 所以一个月刷333万真的太多了 那最后的话呢提醒大家 他因为在五大指定通路里面 Uber Eats 然后LinePay 接口 然后还有PC Home跟Momo 这五大同路都有这个3%的现金点数回馈 那么你在接口里面 缴水费电费 然后什么 所谓瓦斯费 然后还有这个停车费的部分 通通通都有这个6%的现金回馈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所以现在我家的水电费全部都是用资产卡片交 然后累积的这个点数的部分已经快要到3000点了 所以其实再过两个月我就可以兑换一笔了 所以这没有很困难 提供给你参考这样子 那最后的话呢 一样来到我们的金骏 就是要来做一个总结啦 这个台信的双口卡回馈到底是怎么样呢 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就是 叫当 狡兔死走狗砰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其实就是说 人家已经开始就是要来收割了 要割韭菜了 你如果再不赶快跑的话呢 其实你的回馈就越来越差 也不要傻傻的只用这些卡片 因为其实外面的世界非常观光 还有很多很棒的卡片来提供给你使用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平台 因为接下来呢 有很多的信用卡会做权益的变更 不论是大户 然后还有就是J卡 非常多的信用卡 它的权益都要马上来做这个调整了 那我也会在第一时间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也别忘了按赞留言 然后呢 小铃铛开起来 才能够追 才能够接收到最新的理财资讯 我是爆口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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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